南西村滚地金龙 由龙头、龙身、龙尾三部分组成一体 龙头用竹料绑成框架 再加棉布包裹仿成龙头后加以彩画 龙身龙尾用布料彩绘 挑绣从龙鳞状样的龙身背套 龙身全长7米 作为南西村的一种独特民间艺术形式滚地金龙 与其他地方的龙武有很大的区别 其一 滚地金龙在造型上 其头像是嵌着一个很突出而显眼的太极八卦图 其二 别的龙武大都是多杰腾空飞武 人数众多 滚地金龙则仅有头尾两人 足心相对滚地翻武或结合布武 其三 简短精彩 严密紧凑 一气呵成 如其中表演过程有 开场剑礼 打为寻动 游弹细水 身经洗灵 拂折纹雷 迎雷起舞 驾云飞腾 收场环礼八个环节 模仿龙的玄武飞腾 细水稀耍 沉思奋行 揉进盘区 勇猛奋进等精彩动作 两人配合默契 五蕴独特 细腻神妙 栩栩如生 环环相扣 成一完整的艺术整体 其四 造型美 表演艺术美和内在美 高度统一 其五 龙舞伴奏队 适用海陆风政策系的 牌齿大锣鼓 有大小搏 大唢呐等 吹大唢呐 是按表演不同的情节 而吹奏不同的曲调 有公额乐曲 笑阳天 三波阳 八板头等 音乐优美而威武壮阔 嘹亮 能充分表达龙的神情气势 来吧 李宗盛 二老八 三鹿 二老大 二老大 一老大 一 sağ 二老大 二老大 一表 三老大 一 indulge 吹大 二老大 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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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